李广战斗力 对于冯唐,很多缺乏了解,所以感触不深 但是,对于李广而言,很多人听说过他的故事 比如,李广骑射精湛,以至于被称为非将军 后世更以射沙山中白鹅虎,啃鼠叶下黄虚儿的诗句来赞誉他 而且,李广长期领兵在边关抵御匈奴,让匈奴铁齐不敢请南下 于是,有人写诗称赞李广更催非将追焦路,末显沙场匹马海 久而久之,李广的就成为了人们口中那个 但是龙城非将在,不叫胡马杜音山大汉名将 不否认,李广将军确实是一位善于骑射的将军 比如,李广在当年追随周亚夫将军平定七国之乱之时 李广就履历战功,而且还在昌义城下夺取了叛军军 齐 但此时,李广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骑狼将 只不过是周亚夫推下一个冲锋陷阵的前锋 完成斩江千骑的任务 但是,一旦需要李广需要独当一面之时 李广在打仗和治军这两个方面的表现 与其个人的战斗力相比,可谓是大相径庭 李广在汉武帝时代,据说与匈奴大小经过七十余战 但是,每次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兵败被俘 公元前133年,李广作为萧喜将军参与马蚁之战 结果因为匈奴得到情报提前撤退徒劳武功 公元前129年,李广率兵出燕门关攻击匈奴 结果李广兵败被俘 公元前123年,李广再次带兵参见对匈奴的作战 结果还是无功而返 公元前120年,李广引兵4000出右本平配合张千的部队作战 结果再次陷入重围 等到张千援军赶到之时,李广几乎已经是全军覆没 公元前119年,李广再次犹疑迷路,而没有斩将杀敌或许或有人 认为,李广无功而返和兵败被俘都有很多客观原因 比如,燕门之战,李广不下不过一万汉军 而与之交战的匈奴骑兵达到了4万余众 仅仅看数量,李广确实处于以寡敌众的独立境地 但是别忘了,多年之后,李广的孙子李林率领的5000步兵 经过30日的长途跋涉,面对8万匈奴骑兵 在敲战数日之后,还能带400余人成功突围 所以,李广的一万骑兵,面对4万匈奴骑兵,虽然难以获胜 但也不至于落得全军覆没,主帅被俘的结局吧 更何况,李广所率领的一万骑兵,早已不是出狱匈奴的 被围困在白马山被围实的汉军 此时的汉军,已经有了较为严密的军事编制 分为,军、孝、部、曲、官、队、神、五八戟 其中,五个人组成五,两五位时,五十为队,两队为官 两官为曲,两曲为部,五部为校,两校为君 集五五人,十十人,队五十人,官一百人 取二百人,部四百人,校两千人,均四千人 此次出战的汉军骑兵,除了编制严密之外 更在编阻方式上,与草原骑兵不同 而是在吸取草原骑兵的优势的基础上 利用战车和远射打击兵器集中编阻 形成以骑兵为核心的狙击和城化部队 如此编程的军队,能做到轻车突齐 则匈奴之众一挠乱也 除了编制上的进步万中元王朝的军队 在武器装备方面,本来就比草原油木部落具有优势 汉军的武器装备 第一类,远距离攻击武器,弓、弩为代表 第二类,长杆类兵器,以戟和毛为代表 第三类,近距离攻击武器,以还手刀和剑为代表 第四类是铠甲护具,以扎甲和盾牌为主,材质为铁质 依靠先进的武器装备,汉军可以说是进入长戟 射书极远,则匈奴之功扶能阁也 奸甲利刃,长短相杂,有路往来 十五巨前,则匈奴之兵扶能当也 财官走发,使道同胆,则匈奴之隔四目见扶能之也 向马帝斗,见己相接,去救相伯 则匈奴之族扶能给也 可惜,汉军编制如此严谨,武器装备如此优良 李广却落得全军覆灭,这说明什么? 首先就是,李广是军无方 在航军过程中,李广的部队形无不武 人人自便,如此稀松必然会让匈奴有机可乘 其此,说明李广训练无方 所以遭遇敌人伏击之后,汉军无心恋战,迅速垮掉 最后,就是李广指挥无方 李广喜欢身先士族,比如就出现过作为城防司令的李广 为了报复三名匈奴人,而带领一百骑兵进行追击的事情 所以,战争展开之后,李广很可能自己杀得兴起,却忘记指挥全军进行作战 最终,一万汉军骑兵,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被匈奴击破 再加上,李广曾经屠杀八百俘虏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李广南风绝对不是什么生不逢时,而是因为其本身就不是独当一面的大将 结果,由于盛名之下,往往让李广单独领兵出击,造成了损兵折将的惨败,也拖累了李广的仕途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